整齊的牆面瓷磚 自然風的陽台 耐熱防火環保建材 這裡是三峽園民文化園區的施工現場 負責技術指導和轉移的 銀家營造總經理呂連家指出 考量原住民生活習慣 因此在建材和工法上 都有做特別設計 你看原住民以前在山上蓋了石板屋 然後木頭架一架就變房子了 他們有這個天性 只要有一些專業人士來提供他們 來做一些譬如說結構計算 然後加工組裝 來教他們 他們自己可以做 自立造屋的戶數總共有42戶 原本其中只有23戶早上移家營造 剩下19戶由另外一家公司負責 但施工至今 有許多族人發現 兩家在風格和施桌上有明顯落差 一有9戶準備轉移和移家合作 外牆外觀他們很明顯的就不一樣 那結構體它更不一樣 以我所知 19戶大部分都是外包給專業廠商 但是那個費用是提高至少有三倍以上 另外這21戶由我們提供材料給他們 自立造屋他們是自己組裝 那有一些安全措施 還有一些機具 由我們公司去提供他技術行為提供他 然後把目前蓋到現在所看到的 差不多有80% 呂連家表示 自己每個月都會到現場監工 曾經有一次午後 看到他們站在自己的小木屋前 眼神竟是對於家的殷切期盼 對於自己能夠成為這群人實現夢想的幫手 頓時感到無比欣慰 也希望各界能夠給予更多資源 幫助他們如期完成工程 所以聽說新聞三峽報導